保險吊車的搶修流程如下 首先 吊車操作人員將啟動88個小車 在隊員抵達事務現場分配任務 準備開始作業 並做好事務車輛的防洞車 書偉軸之車軸與200間的吊環 用面條勾防潛 以防止轉向架與車身分離 連結器用支架固定 當吊車開到事務檢視他位置之後 由隊員安復整部至左前後 右前後腳架支撐架設並目的支援 吊車回轉至事務車上方定位後 將吊地降下 現在已經將軟鋪鎖掛於兩腳勾長掛航 使出吊地使軟鋪鎖鎖鎖鎖鎖鎖鎖 將吊地設計拉緊吊鎖 稍坐站立 行事吊跨中山的位置是否正確 再將事務車吊起 吊地返轉至事務車車輪 軌道移行對齊後 再慢慢向下吊地完成復軌的動作 再慢慢向下吊地 再慢慢和鬆地 第四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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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長官 各位來聽 在我們88位舊舊跳車 在我來生世故列車駱駛的同時 我們現在進場的是 公布搶修隊 由我們的舞台右方進場 第四位 我沒有在這裏 你不要在這裏 田中東武分住所接獲通知後 訂請電話通知 字幕審查